歡迎我們的男主角 Please welcome Mr. Tony Lennon 歡迎梁兆偉先生 歡迎你 這首歌是大家的臉 最期待的一部電影 請坐 這個時候真的要 開始好好地談談這部電影 角色對我最大的幫助 都是在造型和服裝上 的確我們浪費了很多時間 在我這個角色的造型上 我們試過這麼多種不同類型的造型 最後都找到一個 有時候演員很需要靠這件事 靠這件事去投入你的角色 我覺得這次的造型幫助很大 當然我們在演的時候 也因為梁先生的演繹 有inspire我們一些拍法和處理方法 那你問我是不是很享受 當然是享受 你和一班聰明的人一起工作 我相信觀眾也會在拍攝的時候 有個想法 誰知一邊拍一邊加 就越拍越好玩 對 越拍越好玩加 所以這個就是拍戲好玩的地方 對於Tony來說 因為這個角色 如果你看一部電影的話 那個角色 由可能開始直接無名 被你甜蜜 沒有人理你 到最後你成功了 輝王彤彈之後 那個意見沒有彈 而且呢 他的演繹方式 好像剛才導演也有說過 他還可以在Tony身上看到 哇 又再進步了 又再有新鮮感 到底是怎樣做到的 有沒有秘訣的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很多是在現場那裡 有時候一邊拍一邊發展出來 當初沒有想過中間的轉變 因為一直在想中間的人物的轉變 應該是怎樣的 我覺得是否應該變得 很以氣風發的時候 是否變得一個很囂張 和一個很… 很… 當自己是神的樣子 或者覺得自己是一個金人天才 是 即是覺得自己好像高高在上 那是否有另一種演繹的方法 那我記得有一天在現場做 然後莊文學院就說 蛤 這樣嗎 這樣行不行啊 我說我也不知道 先試一下 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還記不記得 是在我買 即是我要買完 原子彈 就是原子彈 原子彈 然後我問 嘩 嘩 那我說這樣做得不可以 他問我 我說我不知道 結果我們就拍了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正常一點 一個就是我這個 兩個版本 結果他也用了我那個版本 有名字 他又讓我看 你哪有人 我看他